随着使用手机网络银行及汇款 转账支付应用程序的普遍 越来越多劫匪强迫受害者交出上述APP的密码 然后立刻把钱转到其事先设置的账户 根据芝加哥警局数据 这类抢劫案近年明显增加 2021年时约有110宗 2022年增至171起 到2023年更激增到271起 执法机关表示 在许多情况下 公众几乎无法阻止这类的犯罪 警察也只能保守建议大家 避免在夜间外出时拿出手机 不要在在线银行账户存放太高金额 在不使用网络银行在线支付APP期间 先行删除这些应用程序 包括联邦参议员华伦伊丽莎白沃伦 曼哈顿地区检察官阿尔文布拉格 在内的政界人士 持续呼吁银行 以及提供转汇款的Zell、PayPal、CashApp 等网络支付服务 对用户做出更完善的保护 他们提出多个安全措施建议 例如对交易进行限制 要求两步骤验证 以及强化电脑监控 来更快发现欺诈行为 近日 数百名无证移民 在圣地亚哥的一个公交车站下车 而非原定的接待中心 由于当地援助资金提前耗尽 这个长期作为移民集结点的 接待中心关闭了 暴露出即使是位于 美国南部边境的最大城市 也难以应对前所未有的移民潮 边境巡逻队的大巴车 载着来自塞内加尔 中国、厄瓜多尔等国的移民 抵达了中转站外 援助组织表示 他们将被送往停车场 在那里他们可以为手机充电 然后前往机场 大多数人计划在圣地亚哥 短暂停留几小时 随后乘飞机或由亲友接送 自去年10月以来 圣地亚哥县已向南湾社区服务 捐赠了600万美元 用于在一所前小学提供服务 包括手机充电站、食物、旅行建议等 该服务地点的目标是持续到3月 但于上周四结束运营 尽管受到一些移民倡导组织的批评 但该组织表示 自去年10月以来 已为81,000名移民提供服务 每月花费140万美元 起先的目标为100万美元 圣地亚哥县监事委员会主席 诺拉巴尔加斯 强烈支持移民欢迎中心 但表示 由于需要评估1月洪水造成的损失 并解决无家可归和医疗保健问题 县政府必须暂停资金支出 据悉 圣地亚哥已成为最繁忙的 非法越境通道之一 1月份平均每天逮捕800人 印尼贸易部2月26日宣布 计划将今年的大米进口配额提高80% 以增加国内供应 因为由于缺乏降雨 第一季度国内产量可能低于去年 虽然印尼政府在去年通过进口 引进了大量中荡大米 但该国大米价格仍在持续上涨 而更多的进口可能会收紧全球大米供应 由于最大出口国印度意志出口 已降低当地食品通胀 作为地区基准的泰国白米 1月飙升至15年来的最高水平 2月份则略有回落 去年7月下旬 印度宣布禁止蒸古米和印度香米之外的大米出口 在一个月后 印度又决定对蒸古米出口征收20%的关税 蒸古米出口关税目前将于今年3月31日到期 预计印度在4月和5月的联邦选举之前 不会放松限制 印尼市场贸易协会声称 收获推迟和供应减少 将导致优质大米价格飙升至历史新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